警报声响起,一群人急忙往地下室走 仔细一看,这群人当中包括了 欧盟委员会主席范德赖恩 欧洲议会议长梅特索拉 和以色列总统赫佐格 超早前一行人重回10月7号 巴勒斯坦伊斯兰教组织哈马斯 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现场 再度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 只是欧盟也担心冲突态势 会延烧扩大,危及整个欧洲 遭受攻击的以色列 立即采取强烈报复性空袭 并且全面封锁围困加萨走廊 以色列也和黎巴嫩真主党 和叙利亚相互炮击 还不幸造成路透社记者丧命 以色列在13号警告 加萨北部110万居民 现实往南撤离 预料要采取强烈的地面攻势 哈马斯则说这是心理战 要大众坚定待在家里 大批居民不分男女老少 扛着床垫棉被家当 却也不知道往南走 会不会比较安全 联合国大声疾呼 大规模迁律 势必引发人道灾难 尾巴战火越演越烈 选动中东情势 各方势力角力 然而炮火第一线牺牲的 总是无辜的人民 听新闻 独一猫不高 请激劲